闪舞 公正号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出了问题 为什么不告诉我 顾兮兮现在做这些根本就不合时宜 网友要看的不是这个 所以说他们骂我诬陷 我就该忍之是吗 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 我就要把真相告诉他们 是 你是没有做错 但你现在做这些 只会引起他们的抵触情绪 现在最好的就是 等事情的热度降下去 你再出一份简洁明了的报告 澄清事实 李思辰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这么做吗 我当然会这么做 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你现在需要的是理智 不是情绪化 所以说 我们从一开始 就不是一路人 顾兮兮你看不出来 我是想帮你吗 那天在舞会上 舞会的事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现在我要工作 你可以走了吗 没想到你会过来 我之前给你打过好几个电话 但是你都没有去 听说最近因为那篇文章的事 你的公众号被不少人网络爆裂 这个事啊 你放心吧 我没什么事的 不用担心我 那点小事 难不当我的 我想说的是 那篇文章是关于顾兮兮的 她最近也因为这件事情 遭受了很多的谩骂和攻击 你说的是兮兮啊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本来也是好意 想要帮兮兮扩展一下知名度 但没有想到反而给她带来了伤害 是啊 我也没想到 人可以变得这么可怕 许位 那篇文章我也看过了 她对于CC的描述 很有问题 顾兮兮经验尚浅看不出来 但 不应该犯这样的错 我承认我有疏忽 但那段时间我真的太忙了 所以我就把那个文稿 交给了手下人去看 是他们太不用心了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会来处理的 如果兮兮那边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随时找我 她那边有什么问题 还有我在 不用你飞行 细薇 你是我的朋友 你遇到任何问题 我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帮我 去维护你所付出的努力 和辛苦换来的成就 但是 有些事情我不追究 不代表我看不到 顾兮兮是我的妻子 我不允许任何人 为了任何目的去伤害她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觉得整件事情是我策划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也看到了 自从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我一直都表明 我要站在顾兮兮的这边 我的话没有任何意思 我也没有恶意地去揣测任何人 只是有些事情我希望 到此为止 怎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当然是因为你自成了 我给你看 尹总 今天的着装很特别 听说您的太太是从着装设计的 那这个衣服也是她一手设计的吗 这件衣服是我太太设计的 她的设计涂到 也有很多奇思妙性 并且她会把这些想法 融入到她的生活和设计当中 我 看来尹总和太太的关系很好啊 应该说 娶到她是我的幸运 不仅如此 她也把人间兵美式加V了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是她在评论里帮你以一笔百 大家都说你们是神仙爱情 关注都都长疯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假面舞会那天 我不知道哪个人是你 那些话 也不是针对你说的 这只是个误会 我从来没想跟你划清界限 甚至 甚至希望我们之间 永远不要有所谓的界限 我把她拉黑了 然后她这些话 我都没有看到 她是不是也不知道我 尹思辰 像流线划过 夜空点亮了 怎么舍得让你瞬间就此坠落 这衬衫你还留着 你做的我当然要留着 那衬衫不都长可乐了吗 它有什么关系 不是已经挡上了吗 那天舞会了 那天舞会了 我可以亲你吗 谢谢啊 花给你拿了 妈 你放那儿就行了 送床被子 谢谢 谢谢妈 你小时候画画就在这里画的呀 对 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学画画 什么东西啊 别别别别 尹思辰你别别 你别别 还给我 你看看 小气 晚安 顾兮兮你不觉得 你的尹太太做得很不合格 很容易被别人怀疑吗 有吗 有吗 我怎么了 你看看人家 不就 穿了衣服吗 对 我也会 那你以后每天都要给我打领带 尹太太 你不是会打领带吗 你会打领带 为什么让我给你打领带 你是不是故意打领带我 做我戏可是要做拳套 你思辰你不要跟我得寸进城 好了 我逗你了 好美啊 原来是上面的景色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当年我小时候 总以为长大之后再做摩天轮 就没那么有趣了 但其实不是的 看到的完全是两种风景 你思辰 你思辰 谢谢 其实 应该是我感谢你 有些话 一直想和你说 自从你来了我家以后 我每晚都会睡得很香 只要一看不见你 我就会 坐立南 你难过我就会跟着难过 看见你开心 我就会跟着开心 我 我喜欢你 像流星划过